在風暴之下,多種公共交通工具暫停服務 港鐵維持有限度服務 記者李胖龍在紅磡過海隧道巴士站 巴士服務何時才會恢復呢? 陳嘉欣隨著尤德逐漸離開香港 新巴及乘巴服務會在1點半恢復正常 而九巴亦會在1點半恢復有限度服務 而大魚山巴士線現在已恢復正常 不過在巴士線未恢復正常前 已經有市民提早來到這裏等車 在較早前,有職員提醒市民 可以改搭其他交通工具 直至巴士服務恢復為止 在紅磡海底隧道巴士站 過海巴士還未恢復服務 就已經有市民來等車 預備一有車便可以乘車上班 沒有,有這輛車正確 但你知不知道巴士還未開回? 知道 那想著等到它 什麼時候來? 不知道什麼時候來 早點準備 不等8號風頭下了才回來? 沒有,我擠車 那時候擠車 有什麼事,麻煩一點 上環港澳碼頭 在8號訊號之下暫停服務 但仍然有內地港澳團 一早去到碼頭等船過澳門 等了幾個小時 又找不到導遊報警求助 旅行社之間達成協議 用其他的方式來進行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是聽說有的這個團隊 已經找不見導遊了 旅行社的人電話也接不通了 有旅行團導遊就派早餐給旅客 預備在船期恢復之後繼續行程 新道輪、港九小輪和天星小輪全面停航 而港外線服務也都暫停 直至零行通告 講回海上交通方面 港九小輪往離島方向的船隻 就會在下午約2.7時恢復正常 而新道輪就說 由於尤特對香港惡劣天氣的影響持續 所以即使天文台改掛較單的信號 也要視乎海面的情況 才決定何時恢復航線 市民出門之前 要留下最新的交通方牌 在這補待禁止 先將時間交回給新聞目 好啊